巴马玩具 动物园专车 猪爸爸带着大家来动物园参观了 他们来到动物园门口 猪爸爸一直按喇叭 可是工作人员都没有把栏杆打开 怎么回事 我需要把车开进去 怎么没人把栏杆打开呢 猪爸爸你别暴躁 不如下去问问工作人员吧 嗯猪妈妈你说的对 听起来这是个好主意 于是猪爸爸下车走向工作人员 先生你好 请问可以帮我把栏杆打开吗 我要把车开进去 抱歉猪爸爸 稍后会有专车带您进去 私家车是不可以开进动物园的哦 哦这样呀 好的谢谢你 猪爸爸回到车上 把车停在了一边 大家从车上下来 等着动物园的观光车来接 爸爸为什么我们的车不能开进动物园呀 因为动物园有很多猛兽 如果迷路了会很危险的 有一些我们不认识的动物需要导游讲解呀 恐龙 我知道了动物们不认识我们会伤害到我们的 是的说不定在里面 我们还能看到恐龙呢 这时候工作人员开着装车来接大家了 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 快上车吧 佩奇 乔治 猪妈妈顺利的上车了 可是猪爸爸太胖了 挤不进去 他只好双手抓着车尾栏杆 我准备好了 出发吧 猪爸爸 您不可以这样乘车 请您下来 等下一辆车吧 没办法 猪爸爸只好下来 等下一辆观光车了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为什么猪爸爸不可以抓着车尾栏杆乘车吗 聪明的小朋友记得留言告诉我们哦 喜欢我就订阅我吧